祝大家 一人修行 含一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 现在正值末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 刚过去四十二年 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 现在及未来九千年的众生 唯有依靠念佛法门得以度脱 念佛法门的理论依据 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佛法肯定自己 所以叫自佛 自己本来是佛 本具圆满的智慧 德能 向好 没有一样是从外面来的 我们要向内去求 怎么求呢 方法就是念佛 阿弥陀佛是真正的我 现在这个身体哪里是我 会思考想象的也不是我 是妄心 假我 身体是假中之假 念佛是生生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念一句阿弥陀佛 能灭八万亿劫 生死重罪 静修节要云 万得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熟 且可福慧增长 临命忠实 圣众献前 慈悲加油 令心不乱 皆引往生 极乐世界 七宝池中花开得见 阿弥陀佛 念老在报恩坛中说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万得所庄严的 是万得所成就的 称为万得鸿鸣 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仅具有了万得 而且可以明昭万得 欧义大师说 念佛可以全设佛的功德成自己的功德 念佛就把阿弥陀佛的全部功德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了 念这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功效 然 念佛法门一行难信 念佛所得功德 无量无边 念起来却无比简单容易 令人难以相信 念老给我们举个比喻 好像吃馒头 阿弥陀佛累劫修行 发四十八大愿 积功累德 建造极乐世界 好比做馒头 从土地的开荒 到小麦的玄种 播种 耕耘 施肥 建苗 浇水 然后小麦成熟了收割 割下来之后要打 打了之后要磨 磨成面粉之后 和面 发面 揉面 蒸馒头 最后做成了 馒头才能到口边 这么一步步的来 时间很长 相当不容易 但我们念佛是从吃馒头开始 馒头给了你 只要你自己嚼 这个没人给你代替 那就能成就 极乐世界已经建好了 我们只要肯去 肯念佛就成了 你不用自己去研究 去做馒头 只要愿意吃馒头 愿意相信 愿意去 愿意念佛 就得到了佛累劫修行的无量功德 能灭重罪 念佛可以消灭我们的各种罪业 消我们的各种病痛 有个常念佛的人腰痛 念老就让他拼命念佛 疼得难过 这是逆加持 于是这个人就拼命念佛 念来念去 没有我自己了 找我找不着了 就是无我了 一般人都以为有个我存在 这个身体是我 那是妄想的结果 而通过念佛 达到无我了 这个人的腰疼也就没有了 好了 这是前几年发生的事 其实 不要说是腰疼 再厉害的病 通过念佛达到无我后 都可以好的 我们念佛为什么并不好 因为夹杂妄念 念念又不念了 怀疑 间断 没有专心念到无我 没有念出清净心 贤功老和尚念观音菩萨一个多月 脚疮自动好了 就是因为拼命念 专心念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清净心现前 病就好了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 清除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自然我们心中的污垢 障碍都消除了 念佛能把心中的烦恼念掉 不念佛就是在念烦恼 天天念烦恼 偶尔念念佛 烦恼去不掉啊 多多念佛 烦恼就没有了 多多念佛就是消除业障 我们的家人不信佛 而且障碍我们 经书给你扔掉 怎么办 只要多多念佛 自然构障 消除 真能一向专念 所有障碍会迎刃而解 自然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多多念佛 我们向道之心才能纯属 古大德说 生处转熟 熟处转生 我们熟悉的是贪嗔痴 处处自私自利 处处为我打算 吃点什么好吃的 去哪个地方玩 这些都熟极了 而向道的心 我要念佛 我要去极乐世界 我要帮助人 这些心却是陌生的 修行就是要转变 把生处转熟 把熟处转生 要把我们这个道心 菩提心 慈悲心 出离心 念佛心 都变成很熟 而世间的财色名利 事业家庭 种种欲望 这一切熟悉的东西 我们反要变成牲畜 世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梦幻泡影 要看破 放下 学佛是学智慧 只要肯放下 肯念佛 圆满的智慧得能 就能献钱 要把自己心里种种牵肠挂肚的人事物 统统放下 不想了 专心念佛 心里只放阿弥陀佛 念佛使我们道心纯属 切可福会增长 念佛使我们的福报和智慧都增长 不管做世间事或出世间事 都需要福报 比如你报了名打佛期 却突然生病去不了 这是福报不够 有福报的人若想要一套书 没几天就有人送来了 心想事成 这是福报 念佛增长福报 更重要的是增长智慧 念佛心清静了 长生智慧 不生烦恼 临命忠实 圣众献钱 在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和许多大菩萨 许多圣众 以及与我们有缘的往生者都来接引 慈悲加幼 令心不乱 是佛的慈悲力庇护 加持 使我们的心不乱 心不颠倒 头脑清醒 这个靠的是他力 也就是佛力 是弥陀四十八愿的愿力 所以阿弥陀佛称为大愿之王 佛中之王 佛的愿力特别殊胜 我们信愿持名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在临终的时候 佛和圣众就陷在眼前 接引往生 极乐世界七宝池中 花开得见 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 阿弥陀佛称为接引佛 佛左手捧着莲花 右手垂下来 现在我们听闻到念佛法门 真正发愿去 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中 就会长出一朵莲花 上面挂着你的名字 你每天念佛 勇猛精进 这朵莲花就愈开愈大 金光闪闪 千枝百叶 等临终时 阿弥陀佛就拿着你自己念的这朵莲花来接引你 佛光一照 我们业障并苦消除 念佛功夫提升 原本没有念到功夫成片的 立刻提升到功夫成片 原本已经功夫成片的 立刻提升到示意心不乱 佛右手下垂 表示接引 轻轻一脱 我上连台 全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加批 使我们能去 一到极乐世界 就不是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了 而是在莲花之中自然化生 自然变化出来的 称为莲花化生 往生之后 大家都与阿弥陀佛的像好庄严一模一样 身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像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每一好放八万四千光明 念佛在我们活着时就得莫大利益 除病苦 消业障 去烦恼 增福慧或功德 让我们身心健康 让我们离苦得乐 先公老和尚 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 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 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老而不衰 身体健康 如壮年人 每日种田劳作 能穿针 能上树 一生受尽磨难 却没有烦恼 天天欢喜 看什么都好 念佛人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 念佛人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 念佛帮助我们临终 身无病苦 头脑清醒 顺利了却 生死大事 往生极乐世界 永托轮回 一生成佛 所以千经万论 赞叹念佛法门 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介绍 讲《无量寿经》 教导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讲其他经典都只讲一次 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 这是佛的大慈 大悲 静修节要夏老说 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托 大恩 大德 本师世家牟尼佛 往后的末法九千年 一切众生得度 全靠念佛法门 经云 当来之世 经道见灭 我以慈悲安民 特留此经 止住百岁 其有众生 执思经者 随意所愿 皆可得度 将来佛法灭时 所有经典都灭 只有《无量寿经》再留一百年 遇到这部经典 真正相信都可得度 可见这部经典的重要 适合末法 凡胜其收 《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所说的第一经 第一稀有难逢法宝 是末法时期众生得度的第一宝典 师父上人以自己六十多年学佛的经历 给我们验证净土法门的书圣 以六十年的教学 讲楞严经 华严经等大经大论 给我们导规净土念佛法门 近年又以贤功老和尚 给我们作为净土法门的印证 师父晚年八十五岁 开始专修 专红 净土大经科著 专讲科著 不换题目 给我们做出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的最佳示范 师父不但说 而且做出来给我们看 身形 严教 无限慈悲 一句佛号都能往生 我们今天加一部无量寿经 这部经典 帮助我们断移生信 因为对极乐世界认识 还不清楚 必须要依靠这部经典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 经念的欲熟 对老家愈清楚 愈喜欢 经典 帮助我们转念头 把六道丢掉 一心一意 专享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 字字句句 其位无穷 所以 听经很重要 听经明理 开智慧 师父上人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是为加深我们念佛的信愿 要解云 若信愿坚固 临终十念一念 亦绝得生 若无信愿 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 雨打不失 如银墙铁壁相似 亦无得生之礼 故每天的听经念佛 比吃饭睡觉还重要 听经念佛 是我们今生最重要的一桩大事 仅仅抓住这个 往生净土 才有把握 师父说 每天至少要保证两个小时 经教的熏悉 方式我们可以听经 读经 看讲记 天天熏悉 念佛 师父提倡用实念法 包括慈云灌顶大师的实念法 印光大师实念法 和师父的实念法 一 慈云灌顶大师的实念法 每日早晚洗漱后 在佛前或面向西方 合掌恭敬念十口气的佛号 每一口气中念多少佛号不限 关键坚持一生 天天不断 二 印光大师实念法 实念计数念佛 从一句到十句 须记得分明 至十句已 又从一句到十句 不可二时三时 随念随记 不可掐诸 为凭心记 若十句直记为难 当从一至三 从四至六 从七至十 做三气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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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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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句 三三四 共十句 念得清楚 记得清楚 听得清楚 从早到晚 行住坐卧 任何时候念佛 都可以用这种实念法 纵日念数万皆如世纪 三 师父的实念法 念十句佛号 时间是早上晚上各一次 三餐饭前各一次 上午上下班各一次 下午上下班各一次 一共九次 贯穿全天 每次念十句佛号 时间很短 也是跪在坚持 天天不间断 以上三种方法可以全用 也可以只用一种或两种 主要是帮助我们提起佛号 天天不忘念佛 时时不忘念佛 遇事不忘念佛 念佛是最重要的大事 念佛要养成习惯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正如贤工老和尚所说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我们听明白了 要下定决心 从现在起 从一个很小的定课开始 天天念 连小孩都可以念 念老认识的一个学生 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念佛 后来考上大学了 他一天念到八万声佛号 念佛让他整个命运都转换了 很顺利 不仅自己念 全家人都念就更好了 建立一个佛化家庭 大家做菩提眷属 我们念的每一句佛号都没有白念的 决定公布唐娟 印光法师文超记录了一个例子 最近江苏无锡念佛的人很多 有一位厨师会做素菜 凡是打佛妻的地方都请他来煮素菜 他每天都听到大众念佛 后来他的儿子临终时告诉他说 我要死了 却不能投生到好地方 你把你的佛给我 我就可以投生好去处了 厨师说 我又没有念佛 怎么给你呢 他儿子说 你的佛多得很 你只要说一声 我就好去了 厨师说 那随便你 要多少就拿多少吧 他的儿子马上就安详地去世了 厨师说 我自己平常没有念佛 怎么有佛呢 明白的人告诉他 你做菜时 在念佛堂旁边 每天常听大家念佛 所以也有很大的功德 这是无心听 如果留心注意听 如果留心注意听 功德更大 由此可知 念佛的功德非常殊胜 原文件 听别人念佛的功德尚且这么大 更何况自己诚心念佛呢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无量无边 再没有任何一法能够超过这个功德的 他达到登峰造极 这一句佛号统设一切法门 统设一切经教 统设一切诸佛菩萨的德号 我们倘若劝人念佛 他不肯念也不要紧 他听到一声佛号 就已种下善根 听久了 有大功德 所以播放佛号 功德无量 受度化的有形无形众生 无量无边 在这个世间 我们是过一天 就少一天 黄泉路上不分老少 人命在呼吸之间 好好把握当下 每天问问自己 我到底是往西方走 还是往地狱钻 地狱去不得 看看医院里面 开膛破肚 做手术 钢钉加板 如上刑罚 躺在病床 疼痛难挨 还只是现前的花报 果报在地狱 地狱里一天一夜 万死万生 痛苦惨烈 千倍万倍 宝连在前 刀山在后 熟去熟留 自己选择 也许现在我们过得还行 但放眼全球 每天多少天灾人祸在发生 洪水 台风 地震 火灾 瘟疫 车祸 多少人 病苦挣扎 被杀被辱 饿死可死 家破人亡 那都是我们的同类啊 今天的他 可能就是明天的我 还有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 亲朋好友 有缘众生 都在地狱三途中受苦煎熬 我哪能 漠不关心 贪恋眼前 安逸呢 要赶紧自度度他 厌离缩婆 心求极乐 好好念佛 今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愈早愈好 才能真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师父上人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一心为祖国 为人民 为众生 虽受尽猜疑 排挤 攻击 从无怨言 年近九十的老人 毕生奉献给佛法 佛陀教育事业 一生弘扬净土念佛法门 每天孜孜不倦地讲经 教学 教化天下众生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老人家对世间一无所图 只希望把无量寿经传下去 把净土法门传下去 把中国传统文化传下去 恩师所说的 就是他所做的 言行一致 不欺骗人 不管别人说什么 开道都会以恩师为人生的榜样 以师志为己志 认真学习落实 无量寿经 将夏连菊老居士的汇集本弘扬下去 恢复佛教是教育的本来面目 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学习恩师 一生修忍辱 什么都能忍耐 别人的毁谤 侮辱 是我成长最好的养分 永远感恩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与一切众生 同生净土 同缘种制 以上是惭愧弟子开道的粗浅心得报告 有许多错误不足之处 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大德同修 多多批评指证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开道 顶礼 敬成 开道这一篇报告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提醒我们 警惕我们 他说的完全正确 现在社会风起 赶得来的是动乱 还有灾难 还有灾难 佛在大臣经里面告诉我们 贪嗔痴慢疑 这无读 啊 贪嗔痴 赶得来的是水灾 海啸 江湖泛滥 啊 陈辉赶来的是火灾 啊 陈辉赶来的是火灾 啊 陈辉赶来的是火灾 地球上的温度上升 地球上的温度上升 火山爆发 这是水灾 陈辉赶来的是火灾 啊 陈辉赶来的是风灾 台风 巨风 龙峻风 龙峻风 这些都市 就是 对社会大伙对社会大众造成严重的灾难 傲慢所感的是地震 怀疑所感的是山崩地震 山崩一般所说的土石流 地震 土地突然陷下去 我们也亲自见到 有很多同学告诉我 现在这种情形越来越多 念佛功德不可惜 念佛人就不会遇到这些灾难 现在这个社会 天灾人火 天天都有啊 频率没有呼唤了 好像不断地上升 这些现象 就像开道士所说的 都在提醒我们 要认真努力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佛菩萨出现这世界 为什么 决定没有为自己 是为了慈悲 联明一切苦难众生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离苦的路 他们有大智慧 有大福报 做得很圆满 很彻底 离苦 要离究竟苦 什么叫究竟苦 轮回是究竟苦 现在帮你离苦了 可是你还要高留的轮回 那没有离开啊 要能脱离六的轮回 脱离舍法界 才是真真理究竟苦 得乐要得究竟乐 真乐 这个真乐永远不会失去 怎么才叫人得究竟乐 劝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得究竟乐 永远不再受苦了 不但没有苦受 连苦的名字都听不到 佛用什么方法 用教化了 下连句老句是慈悲 为我们末发九千年众生 汇集无量设计 无量寿经 原意的五种版本 都有缺陷 所以在中国 这几千年来 很少人学这部剧 那注节只有两种 不如日本人 日本的祖师大德 对无量寿经 读解 有二三十种 蒙古文理们的大三心 金教授告诉我 无量寿经就有二十多种 我们相信 绝对不是佛一次做手 这二十多种 我希望它翻成汉文 有翻成汉文的必要 为什么 如果要不能翻成汉文 蒙古文 我想再过五十年 就没人懂了 现在懂满周文 这就很少了 听说只有几个人 这几个人要过世之后 就没人再懂了 这些东西里面 有一部分东西 汉文没有啊 确实要的 一定要把它补出来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把释迦牟尼佛的大法 永远传承下去 我们要知道 早年传到中国的凡文经典 为什么现在 阴阳都找不到 什么原因 中国的学者 外国的学者 就是从印度到中国来 这些法司 这些大德 他们都知道 凡文是拼音文字 凡是拼音文字 寿命都不能长久 为什么 语音会变化 一百年年百年就听不懂了 语文是一致的 话听不懂了 文字也看不懂了 他有这个限制 翻成 汉文 翻成汉字文言文 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汉字文言文是超越时空 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空间限制 可以 传到千年万事 先就定了 所以 那些凡文印点 翻成中文之后 教队 教队 决定没有错 剩下的 剩下的凡文 就可以不要了 没有人 没有人 重视 没有人 收藏 就不见了 从这个地方就知道 古人已经知道 中国这个汉字文言文 表意的 再提 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文化 那只要用这种文字写去 就能传 传 往下 传到千年万事 不会改变 三千年之后 懂得汉字文言文 他全能看得懂 这个方面 在全世界 只有中国 一家 没有第二家 所以我们今天 有个想法 世界上 每个国家 每个族群 都有聪明人 都有高人 他们的 这些 作数 没有翻成 文言文 这是很大的遗憾 他们自己也知道 表音的文字 大概 受命 只有 两百年 两百年之后 人家看不懂 看不懂就丢掉了 考古 修家 上网 所以我们就想到 今天全世界 听说汉学日 很多人都想学 好事 我很赞争 我们要培养老师 比什么都重要 对全世界推动 汉字文言文 我们把中国的过宝 赠送给他们 过宝 就是 四苦全说 四苦会有 这是过宝 蛇这个东西 受用无穷 绝对不是 黄金 确保 所能够想彼此 无法想彼此 这个东西 启发人的智慧 带给个人 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四夜成功 社会安定 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 你到哪里去找这个保护 正快用 我们希望年轻人 发大菩提心 要救中国传统文化 不但要救 我们沉船下来 发扬广大 向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族群 去推展 那么大家都能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 人次 人次 不改 孝提 中心 人爱 和平 就会帮助全世界 我想 至少可以造成 千年 神识 永远 不会有战争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 有多大 这多么有意义 这得不不去做 怎么做法 先从自己做起 我自己做到了 我才能教别人 自己没有做到 教别人 人家说你是假的 不是真的 首先 自己做到 自己做到了 刚才说了 国人 身心健康 发喜 充满了 传统文化 对国人 就一种考虑 健康 长寿 在这个世间 无忧无虑 无情无瓜 真正的大祭 好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休息大祭题 欢迎讨计